精彩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有请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慕东医院的金美金教授来进行发表。 那么主题是,大家下午好,我是梨花女子大学妇女总留科的金美金,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进行发表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谢向娘教授的精彩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的视频内容,那今天我要介绍的内容跟向教授的内容是相当切合的,就是早期宫颈癌腹腔镜手术的争议和未来,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 那么,就我想分享一下主要的研究的结果,怎样的就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LAC trial,就是引起这么多的争议的,就是LACC LAC研究,那么就参与的机构就有33个国际读中心, 那么,从2008年到2017年,是10年来进行了这个研究,那么随机方式来进行,那么MIS的话呢,也包括腹腔镜跟机器人手术, 这里入组的病人的话呢,就主要是1A1,还有就是508节转移的那个病人,那么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呢,是到4.5年的无疾病生存率, 这是MIS跟就开复手术的病人,就主要的这些标志没有很大的差别, 那85%呢,是腹腔镜,还有15是机器人手术,这是中期的结果, 那么MIS组的话呢,4.5年DFS是86%,那么开复手术的话,96.5%,所以统计上有1亿的这个DFS, MIS,就是上面,MIS是就列于这个开复手术,那么我们那个研究者,研究团队就进行这个回顾性研究的时候, 就基于过去的数据进行了Log Trial,Log研究, 但是,这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研究,就是团队专家们的预测,所以呢,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那么MIS的话呢,那么复发率就比较高,那么复发危险度就高出3.74倍, 还有死亡危险度也是大大的,就是非常大了,那么看我们自己的那个数据的话, 这是2007年到2013年就比较以前的过去的资料,这是分析我们那个数据的话, 我们开复的是45%,还有副枪镜的55%,就差不多一半一半,那么五年的DFS的话呢, 开复手术的话95%,那么副枪镜的话呢,是86%,就跟那个Log研究是差不多的, 所以Log研究团队,就这个MIS的这些成果,就进行了反思,那么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刚才向教授也提到过,向教授也仔细地介绍过了,就有这个绝工碑的原因, 还有,就是肿瘤,因为肿瘤就在外露出,所以利用这个绝工碑的时候, 这个肿瘤容易被拨散,这样的危险度比较高, 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副枪镜的时候,利用的气体, 二氧化碳的气体的气体,导致了这个负压, 所以这个可能会造就了一个容易肿瘤容易生长的环境, 还有腹枪内,我们切开阴道,切割阴道,也就容易导致复发, 这是我们国内的研究团队,2016年就是说Log Trier之前的这个数据, 所以呢,腹枪镜的话呢,就一样的腹枪镜手术, 就腹枪内切割阴道,跟这个筋阴道切割的话, 更容易导致复发,所以呢,就是存在腹枪内, 扩散还有核种植,所以呢,就在腹枪内切割的话呢, 62%就有这个存在这样的危险, 所以就比较容易在腹枪内就剥散这个肿瘤,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认为这个Log研究设计本身有局限性, 这个研究呢,比较早点结束了, 所以分析本身的数据有问题, 这个研究设计本身有问题, 所以呢,我们就很难完全地相信这其研究结果, 还有Parametrium的就是子宫旁的测量等, 没有包括在这个设计里面, 所以呢,这Radicality方面客观评, 就是缺乏中央病理学的检查, 所以对RH的徹底性进行客观评估, 这是需要的, 还有手术的熟练度也是主要原因吧, 还有这是多中心, 国际多中心参与的研究, 所以很难控制这些外科手术的原则, 还有很难避免腹枪的污染, 刚才向教授也介绍过, 就是为了避免腫瘤的暴露, 可以做很多非常熟练的这样的技巧, 但是这里呢, 就没有反映到了这些技术, 而且呢, 在几年内这种RCT的结果很难得出来, 所以呢, 我们不能完全复视Lock Trial的结果, 所以我们这个副留学会和大韩副产科学会和内进学会呢, 我们就根据Lock Trial的结果呢, 做了第二年的Position Status, 看一下其内容, 我们可以介绍Lock Trial的结果, 还有妇产科呢, 应该要熟悉这个内容, 而且呢, 跟病人讨论手术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不仅要参考机构的研究结果, 而且呢, 也充分向病人说明Lock Trial的结果, 如果决定做MIS的话呢, 一定要选择熟练度高的妇产科医生来做手术, 这是我们的劝告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话呢, 2018年, 从2018年开始呢, 在大韩这个妇女肿瘤学会呢, 引进了这个妇女肿瘤专门医生的这个制度, 这是NCCN的指南, 美国的话呢, Lock Trial之后呢, 进行RAD的时候, 这个开服式第一个Category, 第一类, 那么Lock Trial之后呢, 宫颈癌方面, MIS的适时率比以前减少了, 不过呢, 我们限制MIS的适应症, 而且呢, 避免肿瘤暴露出来, 这种尽量的利用这种激发来, 这个进行MIS, 我们对此进行很大的努力, 作为一起努力, 我顺便介绍一个研究内容, 就是去年这个发行的, 苏克尔研究的内容, 就是欧洲进行的观察性的研究, 多个中心进行的, 这是Lock Trial发布之前, 2013年到2014年进行的, 第一阶段的这个宫颈癌, 对宫颈癌进行开服式, 还有这个MIS的病人进行了跟踪调查, 然后呢, 看了他们的生存率, 这不是随机的, 这是非随机的, 这是按照研究人员的判断, 实施的研究,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肿瘤的级别, 还有大小等等方面, 这个有了做了限制, 那么对于整个病人来进行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的这个得到的结果呢, Lock Trial类似, MIS的复发力更高, 死亡危险度更高, 不过呢, Zucker利用根据是否使用这个取商取公杯, 那么的情况呢, 复发率呢, 显著的低, 我们拿开服式来对比的话呢, 不使用取公杯的MIS呢, 跟开服式相比的话呢, 有这个统计方面的有意义的结果, 还有阴道上围绕包围肿瘤, 避免暴露的那种计法, 如果是否利用这个计法, 我们可以看到复发力的差距, 那么如果不使用这个保护的, 还有呢, 使用保护进行的MIS, 还有这个进行开服式的, 就三种情况进行对比的话呢, 做一个protection之后, 进行MIS的案例呢, 跟开服式的这个复发力类似, 所以我们在进行MIS的时候呢, 适当的选择病人, 适当的进行MIS的话, 可以保障MIS的安全性, 然后因为就是经过RCT来, 我们应该要经过RCT来得出这个结果, 除了这样的手术技法之外, 如果肿瘤的大小小于2厘米的, 而且呢, 其深度并不深的, 就是早期的宫颈癌方面, 我们可以建议MIS的方法, 而且刚才像教授也说过, 很多的protection的方法, 就是很多研究者建议的, 不过呢, 这种方法呢, 还没有得到共识, 然后呢, 应该要标准的话, 这是以后的课题了, 可是最重要的呢, Lock Trier之后, 我们进行了只有类似的RCT的结果, 才帮助医生选择手术方法, 据我说呢, 中国方面也在进行的RCT, 还有也有利用机器人的那种Rock Trier, 那么这些研究呢, 结果以后公布的话, 我相信呢, 我们在跟病人商量手术方法的时候呢, 会有更大的帮助, 谢谢大家的聆听。 郑美金教授, 非常感谢您的精彩演讲, 那么就早期, 公颈癌的腹腔腔手术的问题, 两位教授进行了这个演讲,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请各位就提一下。 我想向教授有一个问题, 刚才您给我们看的视频当中, CGOG Trier的设计, 看这个设计的话呢, 开覆组跟MIS组的话, 不是RCT, 而是观察组的吧, 是怎么样的呢? RCT吗? 据我所知呢,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RCT的研究, 其情况如何, 能不能介绍一下? 好的, 非常感谢, 有问题, 其实关于我刚才讲的CGOG的, 我们这个演讲, 它是一个long-ride的MIS, 一个非随机的前瞻性的研究, 这是一个real world, 真实世界的一个研究, 因为怎么说, 如果在NAC研究出来以后, 我们依然还把腹腔腔腔和开腐来做一个randomized, 这个不大可行, 因为首先能力学上就过不去,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 说你腹腔腔手术有这么高的风险, 那我们就没法随机了, 我们没有跟病人谈腹腔腔腔的风险, 开腐的怎么样, 所以病人如果谈完以后, 我选择开腐, 那我OK, 我们就走开腐了, 有个人说, 我依然同意腐腔腔腔腔, 我就走腐腔腔腔, 它是一个non-randomized trial, 当然这个比随机的研究, 证据这个级别来讲可能是要差一点,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类似于真实世界, 而且样本量很大, 我相信这样的话, 我们也一定能得出一个很好的结果, 当然我们中国也在同时, 还在另外一个团队也在开展, 这个前瞻性的随机的, 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另外一个项目我没有参加, 我不知道这种的结果会怎么样, 就是他们的随机的, 因为这个随机失事求是讲, 能力学上是很难在通过的应该是, 但我们这个非随机的已经封阻了, 我们有两千多个病例, 所以它是一个非随机的, 所以它两个数据一定不是百分之百匹配, 基本上应该是差不太多, 所以我们还等待一个最后的一个随访, 一个结果的出来,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这个非随机的这个, 即使是做的这个枪劲, 我们的枪劲的这个procedure, 这个一定是要有改弹的, 就是包括我们不举功, 包括我们切开阴道的方式, 都是要有邀请, 这是我的回答, 谢谢, 主持人好,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问Kim教授, 特别高兴在听到Kim教授的这个精彩讲座, 我也知道Kim教授他们也曾经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文章的一个paypal的发表, 就是在LARC研究之后,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韩国, 因为曾经我也跟韩国的金文Kim教授, 我也做过一些联系, 也问过他们, 就是我想知道在目前总体的大的形势下, 在腹腔镜, 在韩国应于公颈癌的治疗是什么样一个现状, 就是说是所有的病人还是有选择性的病例, 比如说小于四公分的, 小于两公分的, 依然还做腹腔镜, 另外就是腹腔镜的, 做腹腔镜的病人, 他们这些方法是不是有了改进, 比如说是不是不用举弓杯了,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以及切开阴道穷隆的这个方法, 在气腹下切开, 还是在精阴道的Trancy Vaginal的一个切开, 这个有没有一个改进的方法, 谢谢。 非常感谢向教授, 我们刚才, 我刚才就介绍了我们韩国, 就是韩国妇产科肿瘤学会的标准, 就是我们这里的标准, 那么Log Trier以后呢, 我们跟病人就商谈的时候, 那个肿瘤大小比较大的话, 我们就推荐这个开腹手术, 有这样的做法, 那么小于这个二公分就是进行腹腔镜, 然后大于二公分是这个开腹手术, 没有这样的标准, 而是就根据医生的判断来进行, 那么我们梅花木洞医院的话呢, 并没有跟刚才您介绍的这些保护的方法, 不过我们的话呢, 比较大的这样的手术的话, 我们还是开腹手术, 但是如果是小的, 就在外部很难就看到的这样的小小的肿瘤的话, 我们跟病人商谈后呢, 就进行腹腔镜手术, 那么还有现在, 还有我们的这个, 我们医院的团队的我们的同事, 就是您好, 我是李大木洞医院的医生权, 现在能够跟向阳教授见面, 感到非常高兴,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提问, 那么中国, Chinese GOG, CGOG, 正在开始开展RCT研究, 然后今年年内可能会得出这个成果, 我想知道的是, 那么这个呢, 跟既有的过去的LAC trial, 跟中国方面进行的这个ICT trial, 在设计等方面, 有什么这个具体的不同点呢, 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我们这位教授, 其实我刚才提到, 我们CGOG的这个Clinic trial, 它是一个non-randomized, 一个前瞻性的非随机的一个对照的研究, 我们之所以做这种非随机的话, 是因为我们认为, 如果继续随机的话, 因为LAC研究的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这能力学上是过不去的, 是大家会, 因为病人要知道了, 他一定会要说我不选择这个, 因为抚强精已经知道了, 他的死亡的风险是开服的六倍, 所以我不选择, 所以我们, 所以呢, 我们在招待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病人做一些交代, 我们会改良, 最大的一个, 我们这个Clinic trial, 最大的一个量点就是, 我们把抚强进足了, 要改良, 第一个是病人的选择, 四公分以下我们做, 就可以考虑, 我们所有入组的, 无论是开服或抚强进, 我们这两组, 我们都是选择四公分以下的肿瘤, 如果四公分以上的, 他就不入我们这个Clinic trial, 他就做别的去了, 就不参与我们, 我们这只是对于四公分以下的, 我们既可以选择抚强进, 又会使用开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在做抚强进的这一组呢, 我们是要modify这个procedure, 这个要改良的, 他这个技术, 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 我们manipulator不用, 不用这个manipulator, 不用这个鞠躬器, utri manipulator是give up, 另外呢, 就是我们用的是调弓, 就是把子弓缝起来,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就是这个穷龙切开的时候, 就这个calf切开这个阴道穷龙, 我们不是在腹腔静下, 气腹下切, 而是在阴道外, 把子弓拽出来直接切, 或者把阴道给他闭锁, 把阴道给他闭锁以后, 用一个结扎环闭锁以后, 再切开, 就保证这个tumor free吧, 我们讲, 肿瘤无流的一个原则, 就肿瘤不接触, 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这个选择在抚强进组的病人, 也是要进行改良手术以后, 再去做抚强进的, 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还需要等待更长时间的一个水访, 来说明问题, 估计还得有一两年的时间, 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出来, 现在入阻已经关闭了, 因为已经将近我们两千多个病例, 已经入阻已经关闭了, 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我为什么提了这个问题呢, 因为Rock Trier, 这是, 就得出了Inferior的这样的结果, 所以呢, 如果要进行Rock Trier, 一样的这样的, 如果我们就根据这个Rock Trier的设计, 或者呢, 我们恐怕能够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因为现在就病人知道了这个Rock Trier的结果, 我有一个建议, 各个单位, 还有各国, 规模小, 小规模也好, 大规模也好, 就是我们做公颈癌手术的时候, 不管是开服的, 还是MIS的, 如果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的话呢, 我希望我们能够分享其数据, 在美国, Slam Capturing Memorial 方面,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Operable Case, 就是手术, Laparatory, 还有就是开服的机器人的, 就包括在内, 手术后的五年的生存率, 应该达到95%, 这才是我们正确的, 就是病人的选择, 还有术后RT或是CRT, 应该对术后的病人的35%以上的话呢, 也是我们就选择, 这个病人组的时候有错误的, 有这样的内容, 所以我们医生不应该就是对所有的病人就做一种手段的手术方法, 应该是更加正确的, 更加准确的采用手术方法, 还有是GOG方面, 刚才向教授也提到过这个设计方面的困难点, 不过呢, 就是举功杯的利用方法, 还有我们, 刚才您介绍说, 就是肿瘤大小, 就是四公分, 那么, 如果我们就对这些, 这个标志等方面, 有一个能够得到一些共识的话, 以后会得到更好的就是结果吧, 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标准的话, 像这个病人介绍的时候, 有很非常踏实的这样的就是根据吧,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那其实关于, 公颈癌, 目前我们用微创手术, 无论是我们做clinical trial, 还是一些我们的真实世界的一个real world的一个情况, 我们对内境的话, 肯定是采用这种微创技术的话, 肯定是非常的小心, 因为的确那可以研究, 无论不同的专家可能对他的看法不一样, 更多的还是一些挑他的毛病, 但是我们认为他更多的还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结果, 提醒我们微创手术, 特别是腐腔镜的技术, 在公颈癌当中是存在问题的, 如果我们不改进这样一个技术, 病人一定是有他们的这个, 以他们牺牲他们的这个生存结局为代价的, 这一点应该是无可, 是没有质疑的, 刚才我们这位教授也提到, 确实如果我们依然还按照LAC研究去设计这个临床试验,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病人无法跟病人去解释, 就像我刚才讲, 这能力学上也是过不去了, 因为能力学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了, 告诉你这个腐腔镜的手术, 他的复发风险要明显的高于这个开腐, 他的4.5年的PFS比我们开腐的要小, 将近10%, 我们死亡的风险要高出6倍, 所以这谁还能做这个抚腔镜呢, 病人肯定选择开腐,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否定了抚腔镜的一个价值, 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一样, 一个新的idea的, 一个新的技术的出来, 常常可能可以在人类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是一种阵痛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种阵痛的过程也就说明了, 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不完善, 一个不完美, 所以我们在折后的临床的clinical trial里面, 我们也都进行了改进, 包括这一维关键的几个部分, 就是我刚才反复强调的, 一个是鸠躬杯, 我们give up, 我们不用这种鸠躬杯去, 不去挤压, 我们叫不去挤压这个肿瘤, 就像类似于模拟开腐的途径, 不去挤压它, 我们只是把子宫底部缝扇油给它吊起来, 这样同样可以保持一个tension, 一个张力来分离这个组织, 其次的话呢, 我们就不在这个intracoporal incision of the vagina, 我们不在这个有弃腐的情况之下, 去切开阴道, 因为你切开阴道, 又加上鸠躬杯, 这个tumor suspility, 可以就随着你的气压的改变, 跑到腹腔里面去, 来形成一个种植, 或者局部的种植, 或者远处的一个种植, 甚至chococyte的种植, 我们也曾经见到过在肚脐, 这个ambilical trocar place, have the metastasis of the cervical cancer, 所以这个一定是由于这个气腐啊, 肿瘤的是要spirit带过来的, 所以说这些都是告诉了我们, 可能你不去做一些改进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无流的观念不强,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 无论是clinical trial, 还是我们这实际的病当中, 我们都会去这么征照一个无流的原则, 其实就是一句话, 无论你是改进这个切割的方法, 改进我们整块的切除, 改进我们不去挤压这个肿瘤, 整体的一个概念都是符合, tumor free conception, 叫无流的原则, 无流的原则来处理, 只有这样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最后来, 我们如果依然还做腐强镜手术, 那么这些工具, 病例依然可以达到与开腐类似的一个几乎百分之九十几, 百分之九十五, 甚至美国的这个结果很好, 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样一个结果的话, 我相信我们才有底气说, 我们腐强镜, 对于这种选择新病例, 就selected patients, 我们有一个好的candidate, 这一部分的病人那是合适的, 那我们就这么去做, 我相信未来腐强镜技术在供给癌, 依然还有它的依稀之地, 但是我们要做好, 这是关键, 谢谢。 向阳教授的这个发言内容, 我完全同意, 我也这么想, 我们在癌症手术方面, 应该要遵守原则, 就是无流, 无暴露, 这种, 这种原则应该要遵守, 而且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 避免癌, 肿瘤暴露, 如果朝向这个方向, 发展手术技术的话, 我们肯定会找到突破口, 我期待中国方面, 取得非常好的研究结果, 谢谢你的报告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提问和回应,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不能继续进行问答环节, 那么我们就此结束所有的问答环节吧, 谢谢两国教授们的合作, 谢谢,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该结束今天的会议了, 这次的学术交流会中, 我们邀请到了代表韩国和中国的医疗队伍, 进行现金的艺术交流而分享了经验, 希望本次学术交流会能够进一步促进两国医疗界的交流与合作, 对两国的医疗发展做出贡献, 再次感谢六位演讲嘉宾的精彩的报告, 希望下次会当中能够面对面见面, 今天的研究报告的所有的视频能在3月19号到3月24号, 我们医疗韩国的网页上可以观看, 请大家多多关注, 谢谢大家, 我是主持人李恒心, 谢谢大家的合作, 谢谢。